你的訊號是990001好了 那你的姓名 輸入上去之後的話 把它打開來 那這個圖檔就按照 這一個我們題目的編號 把它輸入然後按儲存 這樣就可以了 擷取的方式 記得用FastDone來做擷取 那我之前有講過就是說 圖的部分基本上 盡量能夠按照 我們這個書上面的這一個 要最好盡量能夠加上一些標註 不過可能標註有些地方 比如說像這個標註有一個折線 那可能你在標的時候 沒有辦法做出完全一模一樣 你可以先標 到時候我再講 跟各位講說這個地方有些標註 其實是可以在做修改的 可以修改成類似像他這邊看到的樣子 那其他像這個點 就看你們自己啦 可加可不加 加得越詳細當然越好 那最後的話 因為這個是黑白的圖 我是希望呢 最後看到的 能夠盡量能夠是彩色的 也就是說圖層的部分呢 這圖層的部分 我盡量不要 就是盡量可以多加幾個圖層 比如說我在這邊的話 我加了幾個 針對比如說我標註的部分 我就給他一個顏色 然後呢我的這個其他的 像我這邊 這邊定義的線我給他 比如說我給他一個綠色的線 那其他的話 比如說像我這邊要求答案的地方 我給他一個洋紅色的 那另外呢 我的標註的部分我給他紅色的 那我的線的部分呢給他黑色的 那這部分呢 你可以在圖層裡面去做定義 顏色部分呢你也可以自行 我這個地方呢 不一定要有一個標準答案 就是說盡量看大家的這個美感 怎麼去做一個顏色的詮釋 那再來就是說呢 上面盡量也讓他塗個顏色好了 比如說這地方用GD好了 我們用剖面線 漸層的剖面線 那假如說我今天希望 這邊上面可以給他一個彩色的 比如說這邊可以給他一個 123這三個 好Enter 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三個就有顏色 那另外呢 其他另外這邊呢 也可以給他不一樣顏色 GDEnter 假如說我不喜歡這個顏色 下面的部分我給他一個 另外一個顏色 像黃色 那漸層的方式的話 你也可以給他改變一個方向 再來的話呢 在這個地方 自己再去做一個設計好了 按一個確定 那給他不一樣一個顏色呈現 最後呢 把他拍照起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先找到這個軟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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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